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农历采用甘枝纪年 逢世生年 甲生年 丙生年 续生年 耕生年 民间都称之为猴年 中国正式使用甘枝纪年始于东汉时期 以十二生肖指代地支并联系人的生年最晚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 说到猴子 中国最出名的当然是出自西游记的美猴王孙悟空 下面就请听第一首来自戴犬的《悟空》 月间星河长路漫漫 风烟残景 独影阳山 谁叫我伸手不翻 谁让我爱恨两难 到后来 肝肠存断 幻世当空 人缘秀怀 手里面 流程不改 迁怀 无关 战uth Una 人缘 Kobe 背双漫 情路搜背双 reflect Lagounded by YING 未知上司不断 伤互出真假结 只能三句无分明难断 我要这铁棒又如何用 我要这变化又如何 爱是不爱爱是一种 情不难得一所幻觉 我要这铁棒最无垢 我要这变化又如何 好风铃墙放肆脚 世道却终究难逃 主意到早已回飞 越难 说到孙悟空 很多人都会有很多儿时的回忆 当然他不仅是一代人的回忆 更是在中国耳熟能详的一号人物 如今悟空的话题电影节目 更是多到叹为惊人 接下来给大家一去 来自宫里那的 金ончely铁棒 新,菩发 我上有新的宝贝如意 金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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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鞭 鞭 鞭 七天大臣 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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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们提到猴子往往想到的都是欢快逗乐也可谓是一种美好的回忆 下面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更为欢快的歌曲 三十三岛乐队的猴子在巨人醒来之前的舞蹈 猴子在巨人醒来之前的舞蹈 能让所有的东西都不得了闪闪 黑夜中间交集破的狂欢 看不见的那些东西都在改变 像鞭子一样的孩子走过身边 然后她就没有找到她的家 她的疯子已死去 谁也不知道 把往事就像笔涕一样的擦掉 魔法十一离开过往一远去 只剩下那小猪躲在山谷里 魔法十一离开世界在变小 只剩下那小猪躲在山谷里 在不到最后一个戏发的时候 街上所有的路方都变成了镜子 镜子的封面忽然抛出一群猪 那些猪都想变成巨人的样子 魔法十一离开过往一远去 只剩下那小猪躲在山谷里 魔法十一离开世界在变小 只剩下那小猪躲在山谷里 魔法十一离开世界在变小 只剩下那小猪躲在山谷里 魔法十一离开世界在变小 魔法十一离开过往一远去 只剩下那小猪躲在山谷里 魔法十一离开世界在变小 只剩下那小猪躲在山谷里 魔法十一离开世界在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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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十一离开门 mistake 只剩下那小猪躲在山谷里 说了半天猴子 咱再说说这个年 那么问题来了 您吃饺子了吗 年糕呢 放泡了吗 要是还都没来得及 别慌 接下来的这首歌 一定能让你欢乐一下 请听中国娃娃给咱们带来的 发财发福中国年和新年号 财神来朝我家门 娃娃来点灯 新夜红包在鞭炮身 多才有多不 小伙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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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听 我愿意 你走到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愿意 我愿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的世界 每到春节 真是 好的消息 每秒 恭喜 恭喜 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你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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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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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